中国相声演员不敢和审查制度开玩笑 在中国脱口秀演员必须事先向文化局提交剧本 以避免涉及激怒政府的话题 否则他们将受到惩罚 即使是周一晚上 位于上海市中心的233脱口秀俱乐部也是坐无虚席 在一百多名的年轻观众面前 一位光头穿白色T恤 戴着大眼睛的30多岁的男子 先用几个笑话暖闯 他要求观众不要露营 当晚脱口秀的主持人不愿透露宪明 一个影响当晚气氛的因素是 每个笑话都必须经过文化局的批准才能讲 脱口秀演员最喜欢谈论的政治或性的话题是不允许谈论的 尽管有审查制度 在过去十年中 此类脱口秀节目在中国发展迅速 如今脱口秀节目在全国各大城市上演 脱口秀俱乐部也越来越多 但随着相声听众越来越多 它也引起了中国审查机构的注意 笑话文化脱口秀演员李豪石去年5月13日在北京演出时 内容提到自己捡回了两条野狗 那两条狗可能确实在山上 就是食物链的顶端 就两条野狗追一只松鼠 像炮弹一样发射出去 我看到这两条狗的内心只闪跃出了八个大字 作风优良能打胜仗 观众将他的表演拍了下来 然后发布在社交网络上 激起了中国爱国者的愤怒 你可不能招惹军队这样的机构 事实上北京市文化和理学局指责演员李豪石严重侮辱中国人民解放军 并对社会造成极坏的影响 演出主办方效果文化工作室被罚款1300万元人民币 他被禁止再组织任何演出 文化和理学局并要求 效果文化工作室对其行为进行深刻反思 这个不信笑话的作者李豪石已被解除合同 并接受警方调查 自从这次事件后 每个相声演员都比以前更加自我审查了 演员们不得不向审查人员提交手稿 任何提及新冠的内容都被禁止 即使是一个关于定情测量体温的无伤大雅的笑话 也被禁止 任何提及死亡枪支或性的词汇也被禁止 年轻而成功的喜记演员杨立在2020年 在一起的节目中把男人的构度致富作为话题 他因此在社交网络上遭到猛烈攻击 他被指责为仇视男性和性别歧视之后 他一直保持低调 他因此在社交网络上遭到猛烈攻击 他因此在社交网络上遭到猛烈攻击 他因此在社交网络上遭到猛烈攻击